记者陈凤丽南投报道,民进党南投县党部主委苏玉成和执行长张琼文,上周开记者会致县长林明琴乱花钱,南投灯会花了1.1亿元,林明琴下午在县务会议指律迎抹黑,要县府为请律师提告,控告苏,张两人诽谤。 苏玉成回应我们有资料才会公开说,绝非无地方是民进党南投县党部上周和今天两度就南投灯会与未完工的浪漫情人乔,质疑县长林明琴就单次性活动烧了1.1亿元,根本是乱花钱,不如好好规划县内社会福利政策。 苏玉成更批评林明琴说加押补助是幸福政策,却在3月就因经费用光而喊卡,让幸福政策看得到吃不到。 南投县长林明琴下午主实现误会一时,对于民进党南投县党不止他乱花钱,灯会花了1.1亿元颇为气愤,他以根本乱昧黑来回应,林明琴说, 今年的南投灯会县府自筹经费4900多万元,民间赞助1100万元,浪漫情人乔工成不能将他列入灯会花费,民进党制造不实的说法,企图抹黑他,这种行径无法再继续姑息,将为请律师提告,控告苏玉成和张琼文诽谤。 林明琴也说,中央政府并无老人假牙补助政策,这是南投县自编预算额外的老人福利,绿营不能将此与灯会花费混为一谈。 林明琴要县府法治单位为请律师提告,苏玉成说,县党部有数据资料才会开记者会,这也是可受公平之事。 尤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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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